大家好 疫情分流 环保站首次承担 新衙奖助学金的颁奖活动 流程处处用心 在环保站 所以志工在活动里面呢 就带动了环保的概念 希望能够让参加的人 能够亲近在源头 想要身心亲近 可以从饮食开始 曾经大鱼大肉的游秀荣 发愿要把素食的美味 推广出去 我来做相机 我一定要煮最健康的 最健康的食物 给我们学生学生吃 我也参加我们晋善新生活 知道要吃我们五行的食物 晋善新生活这套课程 推动全植物饮食 均衡摄取五蔬果 不少人落实后身体有明显改变 每年去找超音波的时候 医生说有脂肪肝脂肪肝 我说我吃素了 怎么还会一直有脂肪肝呢 那真的到今年九月份 我晋善食大概三个月之后 再去做检查 他就没有了 以前我在公司在推述的时候 我同事直接把耳朵关起来 我现在把这个餐盘 我把这个食器分享出来 他们竟然会跟我讲说 你吃这个是什么啊 我们也想吃 这套理念源自中医师洪有氏 把当年在德国进修时所学 带回台湾 上人早期说过这个 苏食八分饱 两分助人好 然后就连接到德国 这一套系统一百年的历史 那他们是怎么样 让病人逆转慢性疾病 里面的医生都是西医师 可是做的都是传统的中医疗法 搭配食材 里头讲了很多皇帝内经的观点 我们现在在这里很讲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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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天下 天下是多少多少人在苦苦苦 所以我们要做好 推动蔬食之鱼 更要懂得洗服造服 带动善的循环 大家新闻高龄灯音中李明华桃园报导